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大爆炸发生满一年 离难者亲友除了伤心还很生气 他们认为政府对整起事件调查进度过于缓慢 决定走上街头抗议还跟警方爆发冲突 喊着口号他们愤怒地要求政府给个交代 抗议民众堵住通往国会的一个出入口 不停向警方丢指示块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儼然成了战场 民众的愤怒如同火山爆发 一发不可收拾 抗议场面持续进行入夜之后 众人的愤怒情绪并没有随之时间消逝 事件导火线全都是因为去年的那场事故 那天发生的火灾引爆了常年堆放在港口仓库中的消酸案 爆炸不仅几乎把贝鲁特港口区移为平地 造成数千人死伤 强劲的冲击波就连邻国塞浦勒斯都能感受到 事发后被鲁特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两个星期 并为了追究责任 下令把从2014年起主管或参与调查港口仓库的官员全部软禁 但一年过去了政府调查进度牛步 谁要为事故负责依旧没有下文 再加上新冠疫情让原本困难的经济更雪上加霜 民众的伤心也渐渐化为对政府的满腔愤怒 并在一周年纪念时爆发开来 一年过去了这场爆炸在许多人心里人留下抹不去的伤痛 当天这名在户外拍摄婚礼影片的女医师受访时表示 到今天她都不敢拿出结婚当天的照片 民众只判领导阶层早日把事故查个水落石出 让事者安息 海尔新闻综合报道